好,大家好,早安 我們先介紹一下自己 我和Honey 可能有些人會認識我們,有些人不認識我們 我們今天是代表開卷 我們是代表一個節目J2的開卷 我先介紹一下自己,好嗎?Honey 我自己真的從事教育很多年 我自己是做教育中心的 我開補習學校的 也有做國際幼稚園 所以我也是教育人士 其實我做了補習很多年 所以我在教育方面也很熟悉 看不出來 多謝 我自己也是一個作家 我寫了幾本書,叫做《小學雞英語》 其實我的名字不要被騙到 其實我本身寫給中學生看 那為什麼下graded我做小學雞? 因為我當時做補習 我一開始發覺 為什麼我們香港人的英文這樣 全部都好像直譯中文 譬如 老師黑臉,黑臉,黑臉 黑臉 那些 想飛得搭車,就 fly taxi I come to school by bus 是 那些沒錯 這些英文很厲害 我是很厲害 我剛才出了 我就說想叫學生 不要再寫小學雞英語 但是大家就以為這本書 是給小學生看 所以小學生看完之後 英文就很厲害 中學生還停留不前 你有機會就可以借來看看 我也是一個主持 即是一個節目主持 也是詩儀 也是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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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完 到你 好 其實我身份簡單 主持 開卷 我們在這裡結束 我其實入行 很多人都不知道 很多人驚訝 我是港姐入行 其實我畢業和大家 我不是差很遠 雖然大家看到我的白頭髮 都長出來了 但其實我都很年輕 那 看得出來 那 那我之後 陸續就有拍過劇 做很多主持 譬如是港女夜人 學是學非 我最 proud of 的一個節目 就是開卷 那因為其實開卷 一開始 很多人都會覺得 好像 現在都沒有什麼人看書 開一個節目說看書 有沒有人看的 這樣 但是我們隨著 一年過去 我們越做越好 今天在這裡見到大家 其實都是一個 成功 所以 我們今天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為什麼我們對於 看書 這麼熱愛 我相信兩位同學 都是 因為他們說 他們有個讀書會 大家會分享一下 看書的心得 其實跟我們開卷 是一樣的 我們開卷都是 每個星期 大家看完那些書 就拿回來 大家分享一下 聊聊天 沒錯 不如這樣 可能對學生來說 什麼叫看書 你們可能就會想起教科書 很多人 很多人想法 就是 想起看書 浪文 教徒 可能那些教科書 你就想起 但其實我們今天說的 不是這件事 好 我先帶出一個問題 我第一件一寫 我眼中成功人士 是一個重要特質 我做了很多年 做過不同角色的崗位 成功的人 大家可能會 測試成功 就是 有沒有錢 做什麼職位 出不出名 出不出名 你們眼中 成功的人是怎樣的 我覺得成功人士 是最重要 要有一個穩定的心態 就是 它要順其自然 例如 我自己很喜歡的 一句 就是 走到水雄處 坐漢雲起士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成功人士 它必備 就是未必說 我一定要 某件事情 有了成就 我才成功 而是說 我怎樣去看 過程中的得失 其實待會 我的這本書 都會介紹到 所以希望大家 期待一下 嘩 聽他說話 快點 拉高一點 你的水平 他說那些 我真的 是 原來你們是這樣的水平 你早點跟我說 我 還有我們開院 可以換人 JB那些可以換 是 你呢 你眼中呢 其實我覺得 成功人士 未必說 好像大家眼中一樣 一樣要這麼富有 其實我覺得心境 是更加重要 例如是說 你平時生活中 可能遇到很多的不信 又或者是挫折 但是 你都不可以去氣餒 例如是說 你的生活 應該很有規律 又或者是你應該 有些良好的習慣 就如今天 帶出來這本書 叫做 原子習慣 其實呢 很多人都認為 不要這麼快 我們還沒去過那個環節 好 多謝兩位 你們兩個眼中 都有不同 覺得有成功的人 的特色 我自己今天 很想帶出一件事 這件事 在你們的年紀 可能會難一點了解 所以我想早點說 在我眼中 成功的人 會有一件事叫做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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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在做什麼職業 無關的 有些人說 成功人士 他做醫生 他做律師 他是大老闆 可能 在我眼中 那些未必是成功人士 跟你一樣的道理 你們剛才想的成功 是有一點點內在的 其實你累積了知識的時候 你看的東西 和你普通人看的 是很不同的 我舉個超級簡單的例子 我兒子現在兩歲 譬如他坐在那裡 看到你們戴著口罩 你以為他會說什麼 爹爹 他們個個都病的 即是 他們只有一個角度 戴口罩 就是病的 因為他更小 他的puzzle 就是只有一個 但是其實戴口罩 是不是等於病 開始不是的 你們戴口罩為了做什麼 安全 安全 為了防護 有些人 我戴口罩 為了遮住樣子 我是明星 沒有化妝 沒有化妝 原來有這麼多角度 去看這件事 深度 我用一個很淺的角度 就是這個意思 好了 我講的可能不夠這個作者講得好 我想介紹這本書 就叫做 《只有讀書能抵達境界》 其實它就是帶出 究竟什麼叫閱讀 什麼叫看多些書 而有深度 那個作者 其實是一個教授 這個教授 他每年在大學裡面 聘請很多教師 他聘請的教師 即是將要做大學的教師 做得大學教師 即是不惹小 對不對 但是誰知道 在他眼中 來應徵的大學教師 都是非常無心度 原來在這個教授眼中 他就覺得 跟他聊天的時候 這個人沒有深度 為什麼呢 即使擁有大量靈省的知識 也不能綜合適地靈活運用 也沒有意義 只是博學多聞 並不是有深度的人 他想說什麼呢 他說 他問到很多年輕人 來應徵的 為什麼你不看書 不如又試試問一下你們 你猜有很多人不看書 覺得為什麼 為什麼不看書 或者不需要看書 可能他們不看書 因為我覺得 他們覺得這本書 對於短期的自己 其實並沒有任何作用 但是他看不到長遠的利益 非常之好 短期的自己沒有一個作用 他已經帶出了一個心態 有很多人就是為了短期的利益 還有呢 你覺得現在為什麼 一些人會偏向不看書 我覺得現在的生活太快 節奏 所以大家其實 可能比起一些藝術方面的東西 他會比較注重現實當中 所以他就沒有這個耐性 已經失去了耐性 對 我覺得很同意 現在的人有研究 表示是 只有六秒的專注力 現在大家 YouTube 都看不到十幾分鐘的影片 所以現在 還有很多人會覺得 我為什麼要花時間 去看一本這麼長的書 我上網搜尋 就是我今天 Patrick先生 你介紹這本書 我就搜尋這本書 就看他的精要 這樣去 就是去省時間 他們覺得省了時間 但其實他並沒有吸收到 所以他這些時間都是浪費的 非常好 沒錯 其實我們現在的人 為什麼會越來越少看書呢 沒有辦法 科技的進步 令我們經常看電話 接著有很多人就會說 我不用了 我上網看到很多資訊 看書 我要知識 都是想要很多知識 確實上網有很多知識 這個是真的 對不對 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呢 原來這個教授說得非常好 原來你們那些知識 上網看 全部是很片面的 簡單來說 好 現在我知道 中東那邊 正在打仗 我知道俄羅斯 正在打仗 你全部是很瑣碎一些事 你沒有深入去了解 背後的歷史背景 究竟現在的從政的人 正在做什麼 人民有什麼理念 為什麼他們會這樣 好了 所有事情 你是很快 我們叫蜻蜓點水 點點點點點 點了個表面 好了 這就是所說的 博學多聞 問你知不知道那裡打仗 知道 跟你談多一點點 為什麼 背後的歷史背景 不知道 沒有深入 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 去翻又是那個問題 沒有深入又有什麼問題 我們一會兒會說 看到嗎 要傳 是吧 但應該傳傳 就不知道到哪裡了 不要緊 我有說 你看我一邊說 有些點在這 有些點 有些點 其實 我們的人 一路學習 一路吸收知識 其實就是好像那些Dots 這樣 我們會 咦 這裡比較多 這裡比較多 其實我們當 深入了解那個知識的時候 我們就會把這些Dots 懂得連繫 舉個例子 我想問經濟和歷史 有沒有關係 有沒有關係 有關係 有關係 但有些人 蜻蜓點水 會點點點點 沒有那個連繫的話 他就不會建立了一個網絡出來 但當你懂得把一些東西 連繫了的時候 你就會有個網絡 好了 我們的腦有個網絡 又如何 好了 原來就是剛才Honey 曾經說過的一件事 我們 原來有些人 為何對一些事件 他的理解 和他看的事情 的insight insight就是動察力 動察力 我看一件事 和你們看一件事 和我兒子看一件事 是大家有不同的 為甚麼 因為你想像一下 我的兒子只有那幾點 你們呢 就多一點點 有個網 我呢 很多點 很多個網 整個web 好了 同一件事 跌到你那裡的時候 哦 跌到我兒子那裡 都是另一點 那一點跌到你們那裡 哦 你有個網 你連繫到你的網 你的網 跟這幾件事有關 但當跌到我的網 就不一樣了 我一跌到我的網 嘩 嘩 我就知道 其實這些全部related 我想說同一件事 就是為甚麼 現在這麼多人 會中招那些虛擬貨幣呢 就是這個原因 在很多人眼中 虛擬貨幣 就是甚麼 一跌入他們的網 賺錢 發財 嘩 接著 很容易被人騙 你看看 有些人成功人事走出來 又林保堅尼 又法拉利 接著 哇 成功故事 它不是只有這麼多點嗎 那它豈不是很容易 以為這個就是結果 以為它洞察 就是洞察到這麼多東西 我想我講到這裡 應該大家明白 是吧 其實之前 就是 我是一直以來 都是跟Patrick Sir 學了很多東西 那最近呢 我發現有一件事 是 是很難去 煞時間學的 但是 我也想 我有學到少少的 就是 當一個人問他問題 或者一個人跟他說一些東西的時候 他會問一些問題 是 就是很重點的 就是 就好像之前我們看的那本書 他說 《窮查理的常識》 他是 就是 查理 他是一個 巴菲特的 生意拍檔 對 生意拍檔 那他呢 其實 有一件事很厲害的 就是 人們跟他說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他可以 用 兩分鐘 總括 他說的 再 on top 加一些他的 insight 還有 這件事 他很快決定到 值不值得 go ahead 跟投資等等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 經常都是看網上的一些文章 你都是不停地 吸收一些 人家已經消化了的 知識 告訴你 但是當你看書的時候 其實 我經常都說 就算作者坐在我面前 我問他一些關於書的問題 他都說不到那本書裡面的所有內容給我聽 因為他寫書的時候 是怎樣 去 精化他自己 心裡面想的事情 或者是他人生的三十年的經驗 去累積到一本書 濃縮進去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看書就是有這個神奇的力量 沒錯 Honey也是跳了去很後面 我們其實後面都會cover的 對嗎? OK的 但是 差不多了 做了很多時間 我們 其實呢 剛才我也有說 為甚麼呢 看書其實會開闊這麼多的境界出來 我回到剛才 那個教授就是在說這件事 他其實在interview 請那些人 那些人就是很專業 在自己那件事 這個教授就很搞笑地說了一番說話 他就後面這句說話 他說 我們不可以成為一個只懂專業的白癡 就是 你其實甚麼都不懂 你知不知道我們做東章西網 經常收到很多個案 我們有很多苦主 不同的個案 不過我不怕告訴你 很多人經常遮了樣子 我不說你都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其實很多苦主 是專業人士 他就是越專業 越專業就是怎樣 我每天躲在一個房間 在自己的範疇上 我對外面的東西不太知道 我對其他東西沒有洞察力 變成當別的東西一走過來的時候 他就覺得是這樣的 他就中招了 其實就是這樣 這就是專業的白癡 明白我想說甚麼 其實我們讀書 和成為專業專家是兩件事 現在不是叫你們不要做專家 但是我們可以 又是專家 又是成為一個有深度的人 不要成為膚淺的專業人士 OK 我都接觸過很多 讀書多是真的沒有意思的 最重要是這裡 要成為一個有深度的人 體驗是最好的方法 好了 我今天第一個很重要的 你們要代走的東西 就是這個點 你去過土耳其旅行嗎 沒去過 你猜 你親身去完土耳其旅行 自己去 去一個月 同然之後 你在香港 經常上IG 看片 在看土耳其 兩個的感覺會有甚麼分別 一個就是 更加有深度 你可以連繫到 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情感 另一個就是 那種很片面的打卡 就是去完 到此一游就沒有了 即是文化 即是你拿到別人當地的文化 是不是 你親身去 好了 我用一個這麼簡單的例子 我想你們都會明白 這個就是體驗 咦 是的 親身去體驗一件事 一定是吸到最多知識的 我很喜歡用這個例子 Honey在親身裡 我跟大家說 大海 海洋 海水 游泳 我一說這些字眼 你們的腦 你們的dots是甚麼 游泳 泳衣 泳褲 第一時間當然是想這些 穿得性不性感 去哪個泳池 泳池幾點關門 泳池入場要多少錢 學校有沒有泳池 我一直想這些 但如果我問Honey 海是怎樣的 跟海龜一起游泳 追著鯨魚 然後跟拍檔潛水 大家是一個生死相交的朋友 很多不同的體驗 我相信我沒辦法 用我的口去告訴你 沒錯 因為它是第二個層次 他就是潛水專家 他會有潛水 我都沒潛過水 所以有他的體驗 我也是沒有的 那我怎樣可以得到那個體驗 看我的IG 看他的IG也沒用 他IG寫那麼少 只會看到他很性感的相片 我不會得到海洋的體驗 好了 剛才說要講一個實驗給大家聽 有科學家就做了一個這樣的實驗 他就發覺 好 家綺 我們就找些東西黏著他的腦 檢查他的腦 那些腦細胞哪個區活躍 原來科學家發現 譬如他真的親身去體驗一件事的時候 然後他就怎樣 檢查到他的腦 原來我們經過體驗來學習 那個腦是很活躍的 那個學習區 我們經過體驗去學習 是最有成效的 我想這個大家無容置疑的了 好了 檢查到經過體驗 哪個腦哪個區域 是會被激發了的 接著 再做下一個實驗 透過看書 讓他一邊看書 不是看IG那麼簡單 看書就是讓他慢慢看 說土耳其的風土人情 土耳其的飲食文化 那些人是這樣吃東西的 土耳其的人原來結婚的時候 婚禮是這樣的 土耳其為什麼這麼多熱氣球 熱氣球為什麼會有這個歷史 為什麼要做熱氣球 為什麼現在科技這麼進步 都還存在 土耳其的旅遊業是怎樣的 土耳其的飲食是怎樣的 土耳其的生活是怎樣的 土耳其的教育是怎樣的 他一邊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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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現他的腦被激發的範圍 跟剛才真身體驗的範圍是一樣的 就是說原來偷偷看書 去拿人的體驗 是會激發到自己 親身體驗的那個區域 這個聽得明白 是一個成功人士 就是知道了這個秘訣 那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我人一個時間有限 我一個人只有24小時 我怎麼去做這麼多體驗 去學那樣東西 去看那樣東西 我很想學會投資 難道我要先進去投行做一段時間嗎 我真的想潛水 我想了解那個海洋 難道下下要跟Honey去潛水嗎 他一搞就搞幾天 我很忙的 可以怎樣做呢 因為原來我透過閱讀 我是可以很深入去了解 譬如Honey如果他出了一本書 是講潛水的 我相信我一定會得到 沒有八成都有七成 他得到他講潛水的體驗 他怎樣做法等等 我不知道你這個看書 有沒有得到同樣的感受 我講一個極限的例子 我最近拍了一部劇 那部劇裡面是要重演一個香港真實的個案 那個個案就是我被人軟禁 然後虐待 最後就殺了我 那個個案代表一個案件 是的 我當時準備這個角色的時候 當然我看了很多這一類型的劇 或者是電影 但是其實這些電影或者劇 其實都是別人消化了 他消化了他的角色 然後做出來 已經是 他轉化了 其實有點像反錯了出來的東西 但是最後我去 真的 成功去感受到這個角色的時候 是我看了一本書 他也是說一個女生很小的時候 被一個男人捉了然後軟禁 然後一直被虐待 其實那個體驗是相差很遠的 因為他在本書裡面 他可以告訴你 他每一個心路歷程 或者他一些秘密 是不會在… 他不會在演戲的時候 突然之間 啊…好痛啊 這樣 喊出來是… 那部戲你就不會覺得好看 但是在書裡面 你是可以這樣潛入去 作者的內心世界 非常好 你聽到阿Honey說 會看書的人 會很明白這些字眼的 他用潛入去 是不是? 我們叫Immersion 就是我們浸淫進去 是不是? 其實看書… 沉浸式 其實為什麼看書 你們兩個一定知道 待會再分享 其實看書呢 就是… 將你拖慢你的腳步 我們現在是快到有些恐怖 大家看IG 看IG 你看三分鐘的IG 已經叫做… 你都不是沉浸式的了 現在是看三秒 不適合看 就是說 人家弄IG要弄什麼? 我要用頭的兩秒來吸引你 令到我停下來 你想想 我求你弄的東西是 弄來給你看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是 表面到不得了 如果你長期是靠看電腦 看IG 你還會墮入一個什麼陷阱呢? 就是叫做Algorithm Algorithm就是什麼? 你越看那些東西 我就越fit那些東西給你 就是說 你的dots 就不是很多dots 你是長期在某個位置 狂轟炸你 你就經常以為這個世界是可以這樣 所以我發覺你們很簡單 你越看這個世界 就是越來越多人喜歡做什麼 近來 喜歡唱歌和跳舞 每個人認為這個世界的職業 就是只有KOL 只有唱歌 只有參加比賽 跳舞 以為的職業就是這樣 我問過每個年輕人 你的夢想是什麼 唱歌 跳舞 做藝人 為什麼? 因為你看那些東西 接著電腦就不斷fit那些東西給你 你越看你越洗腦 覺得這個世界現在就是這樣 但是當你肯看書的時候 你會發覺 這個世界大到 那些職業有無數的可能性 這個你是miss了 OK 好了 我想說就是 你要透過閱讀 去增加你的體驗 因為體驗 你沒有那麼多時間 你就要懂得 buy time 很多成功人士 不是我講 我們剛才講 查理蒙格 蒙格 蒙格是一個什麼人呢? 就是巴菲特的 巴菲特知道的 大家 誰不知道巴菲特是他的手 誰知道巴菲特是誰的手 都多的 OK 巴菲特是全世界最厲害的投資者 我想大家知道 他的公司 估值是最大的 他投資這麼成功 原來他的partner叫蒙格 蒙格 又是一個非常有智慧的人 他沒有話說過 他只是叫你去看書 他說他這麼聰明 就是靠看書 因為他靠看書 可以知道全世界發生什麼事 他不斷體驗別人的體驗 而且不只是全世界這一刻發生什麼事 這個宇宙一直以來發生過的所有事 你都可以在書裡面拿到 沒錯 而且有很多人以為看書 就是落後的 我以前也有少許這樣的心態 以為我上網看網絡 就是很In 很前衛 是最新 看書這個字 就是看一些舊一點的東西 慢一點的東西 很悶的東西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是錯了 是的 看書絕對不是這樣 看書的境界更深 不過我們還是留一會兒說 體驗總之是什麼呢 總之透過體驗 你可以賺到很多時間 你可以去 剛才說過 你可以體驗別人所體驗的東西 而省了很多時間 我們試試看書的時候做些什麼 剛才Honey也是這麼說的 他準備了一個角色 我會借作者的眼睛去看這個世界 我去不了土耳其 我看看這個去土耳其的作者 怎樣看這個世界 我跟著他一起看 所以其實如果你真的要看YouTube 我建議看哪些YouTube 就不是拍著我不斷說說說那些YouTube 而是用第一視覺的YouTube 譬如有人去拍旅遊片 我用第一視覺 你跟我走吧 那些YouTube真的值得看 我覺得其實跟他的眼睛去看 或者甚至你去過土耳其 應該是你去過土耳其 更加應該要看關於土耳其的書 或者是片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自己一個人看這個世界 你只有一個角度 你永遠看到的 我現在看到的 就是你們全部人看著我 是吧 但是其實 在我現在 如果我坐了下去的話 其實我看到另外一個世界 看到的就是另外一個 時空看到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 你除了可以看到那個 作者的心態之外 其實你是可以更加 擴闊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視野 沒錯 簡單的 我們剛才說過 擴闊自己的事 就是你親力其境 去體驗作者的體驗 你記住這件事 看書 第一個take away 想你們真的代走的東西 是什麼呢 起碼你今天記得 哦 原來看書不是悶的東西 看書是可以去體驗 別人所體驗的東西 而我沒有那麼多時間 如果我能夠體驗了很多 成功人士所體驗的東西 我便可以偷到他成功的東西 為什麼導致他成功的東西 第二個take away 今天要說的就是這件事 寫得書 剛才Honey也說的 寫得書的人 他絕對不是很簡單可以寫到的 因為我自己也寫過書 我自己寫的那本英文書 你知道我用了多久的時間 我是存了十幾年 平時幫你們改作文 哎 這樣也不懂的 譬如有些學生 很多動詞不懂的 動詞 我問你們 你們不要笑 不要押凳 押凳的英文怎麼說 押凳 你看 我們讀了這麼多年英文 好像很簡單 好了不要刺我 刺我呢 pook 沒錯 不要撕我呢 pinch 不要彈一顆鼻絲到我 哈哈 我寫得說 很生活的 我就是這樣 是不是很值得看這本書 我發覺 每個人都不懂得說 為甚麼 於是我就寫了很多重要的動詞 寫了一本書 我用了十幾年時間 在作文 這樣也不懂的 先寫下 他用了十幾年時間 在教學生的時候 那些學生打了鼻絲 他就想 啊 英文怎麼說呢 然後寫上去 不是 真的 你是累積的 我累積了這麼多東西之後 我就跟著 哇 我的心機我想問一下 你是用 看回我十幾年的東西 用回我的視覺去學東西 那是 省了你很多時間 我經常覺得看書 真的抵得很厲害 你只不過用很便宜的價錢 甚至不用錢去圖書館 你就可以拿一些 一流人物 偉大人物 由他的視覺去看那件事 OK 透過閱讀 可以知道那些偉大人物怎樣 思考 好了 剛剛我們說的那個 投資騙案 其實我想說的東西就是 最重要 我們現在開始 閱讀是想大家做什麼呢 閱讀我們不是 鬥 記得 多 知識 我再說一次 我怕你們不明白 因為我們一向的讀書模式 是讀教科書 而我們讀教科書 用開的模式就是 鬥記得 多知識 這個是不是不否認 大家應該是不是 鬥記得多知識 閱讀 閱讀 不是一回這樣的事 閱讀 不用說我閱讀的書 要全部記得 閱讀 原來是透過每讀一本書的時候 我正在看這個偉人看的東西 這個偉人 這個成功人士 原來這樣想 跟過他一次這樣想 之後 又或者今天你聽完這個講話 原來你是這樣想的 Patrick Sir Honey 你們是這樣思想的 你跟過我一次之後 你起碼知道 這個世界有一種這樣的思維模式 好了 你越了解多些成功人士 一流人物的思維模式的 著數 在哪裏呢 就是剛才那些網 很多點 那些成功人士 有很多個網 哇 巴菲特 你的網是這樣的 Bill Gates 你的網是這樣的 我看他的書 我就學到他們的思維模式 當世界有些新的事件 彈出來 比如虛擬貨幣 一彈出來的時候 我當時的接觸 跟普通人真的很不同 有很多人趨之若無 哇 正啊 新的未來啊 我沒有否認 但是我會很冷靜 我是一點都不會亂來 為什麼 因為我有那些網 我有那些一流人物的思維模式 去幫我分析這件事 好了 那我出錯的機會 就會少很多 我身邊的朋友 他們會覺得看書的門檻很高 就是他們會覺得 哇 看完那一本書 如果我花了一個月去看這一本書 然後我看完之後 我什麼都忘記了 我記性不是很好 那怎麼辦 但是其實我們都是 看了很多很多書 然後去累積 其實是有少少像一個雪球 這樣滾下來的 因為當你看完一本書 可能其實你理解不到 或者你記不到的東西 跟你是不太相關的 因為跟你相關的東西 你一定會記得 就是幫到你的東西 你一定會記得 然後你存進去的時候 它幫助你去理解的能力 又更加高 然後下一本書你看的時候 又會吸收到更加多 沒錯 沒錯 看書就好像玩LEGO 大家都玩過LEGO 我現在看到我兒子砌LEGO 有很多人教人砌LEGO 就是我簡直叫你怎麼砌 你這塊砌這塊就可以了 你叫他怎麼砌 其實當你經過過這個階段 又砌又砌 不停砌很多款式之後 其實他開始建立了一個模式出來 其實他是不是靠死記住 我曾經砌過什麼 你砌LEGO從來沒有記過自己 砌過什麼 你不會死記實的 紅色這塊 踏入黃色這塊 去砌哪種東西出來 但你是不是已經知道 砌LEGO是怎麼砌 因為你看書 其實不只是說 你在本書裡面記得些什麼 而當你在這本書 學了一些東西之後 你將它轉化成你的生活裡面的 就是一些事物 然後再從這些事物學到的東西 其實這些才是最重要 最有用的東西 沒錯 每一本書的作者 都是放了很多心機去寫的 他是教你他怎麼思維 我們看書 我不是說 他講什麼我就相信 其實看書正在的是 不用你作一個很快的決定 你一邊看 你們兩位應該很明白 一邊看 你看到這裡 我先想一下 你說的是不是 又好像是 我怎麼應用 其實看書就是拖慢你的腳步 令你沉進去 慢 慢 好像人家煮食 不是吃快餐 是吃慢煮 就是慢慢來 不如其實我覺得 問一個問題 兩位同學坐在這裡 好像沒什麼說過 怎樣為之一本好的書 你們覺得 給他先說 你覺得 我覺得一本好的書 你可以學以致用 例如是說 剛才Patrick老師說 看書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停一停 想一想 原來其實他講的書裡面的東西 其實真的 符合到我日常生活的例子 原來真的可以應用回我的生活 嗯 那你不如就說說你想今天推 因為我們知道今天要來 有兩位同學和我們交流 我們就一早說 不如你們介紹一下一些書給我們 好 你介紹一下 那我講一下這本書 其實這本書就叫做原子習慣 其實大家覺得 其實成功可能是人生裡面 一個標誌性的改變 又或者是決定 那大家就會成功了 但其實這本書不是 這本書跟大家講 其實呢 原來我們日常中一些微小的習慣 其實是 即小成多 其實是會引生更大的作用 從而達到成功 那當中其實有一個例子 我覺得是很值得我們去參考 例如是說 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一塊冰 放在一間房裡面 那其實一間房是25度 溫度一直升 一直升 25 26 27 一直去到31 那個冰都是未溶的 但是由31到32開始 那個冰就開始溶了 那其實呢 31到32 都只不過是一度之差 其實跟之前是沒有分別的 你那個增長的幅度 但是 如果不是有之前那個累積的話 那其實那一步 就是那一步 怎麼可以達到這麼大的效用呢 非常好 你是不是讀科學的 我不是 我讀雙科學 你讀雙科的 OK 所以呢 你講解這個 和涉及科學的 講解得 他們未必太明白 對了 不要緊的 因為我讀科學的 實際上你說的東西 我知道你想講的什麼 其實呢 他介紹的這本書很棒的 你看 我等著帶過來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非常之棒 我也有看 你也有看嗎 沒錯 你可能呢 剛才同學說的 Point是什麼呢 他是想說 有時候我們以為 我在做的東西 沒有效果的 他的意思是這樣 Patrick Sir Honey 你們又說看書好的 我明明看了一本書 我覺得沒得著的 我又看了一本書 為什麼我覺得我沒有變化 你的變化 如何去measure 你的變化 可能會想 我考試成績都沒有好到 是不是 你會見到 糟了 我不知道變化在哪裡來 其實 你不用理 那個變化 不一定要馬上說出來 不一定要馬上measure 那個變化 就像剛才所說 那個度數都還未到 還未到 你還未累積夠 所以你的變化還未出來 譬如這兩位同學 我見到他已經和可能同齡的同學 我已經見到他們的變化 因為我們接觸這麼多人 Honey 你應該明白 我們一聊天 他一開口 一說話 他說的話 有沒有餡 有沒有深度 有沒有一些思想 還是半字過子 我們一聽就聽到 看書 其實也是這樣 因為累積累積累積 你可能那個變化 是去到有一刻 才會展現出來的 而不是說 我看一本書 兩本書 就要展現出來 也不用在意 展不展現出來 因為那個展現呢 是不同人會看到不同的東西的 可能有些人會看到 有些人可能看不到 可能你一邊看很多書 直至何時才展現到呢 我告訴你 就是你出來做事的時候 去interview的時候 很多時候這個moment 就是最看到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世界有interview 為什麼我不看著你的學歷 就聘請你 你是美國哈哈哈哈 就是巴佛大學出來的 我就聘請你 為什麼不是這樣的呢 要進一進你呢 其實interview的時候 就像現在我們聊天一樣 一聊就知道你龍與鳳 我全部回答的東西 全部都是科學啊 或者是經濟啊 讀啊 我其實以前 就是大學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多interview 去過 最重要的interview 就是去港姐的時候 那個interview 其實呢 就是當一個人 他有沒有在 就是大家不要以為 做artist 或者KOL 那麼簡單 就是做一下facial 啊 做一下gym 就是做gym 也是要付出很多的 但是 其實我們 如果你要做一個 就是你在電視上 見到一個人 你見到 為什麼那些人 經常說花瓶 這個terms 那我去選港姐 那我落選 就是我靠不到養粉 那所以呢 就要很努力去 真的擺很多時間 下去 後面大家 看不到我 平時 就是你們看到我在電視上 那個樣子 但是其實我在背後 是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而今天我坐在這裡 就是我已經揮下了 三個主詞 那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當我剛剛選完港姐出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哇 一天 二十個女生 進去了這間公司 那大家就開始競爭了 那一開始 可能是有一些人 是比較吃香的 但是當去到五年之後 現在的我 我相信我的競爭力 是 就是比起他們 很多人 他們其實已經可能 離開了公司 或者是 他們可能再過了十年之後 也都會更加少人 那為什麼我可以留在這個行業 而且做得越來越好呢 那其實是靠你背後所有的付出 而是不停地累積回來 就是譬如這一本 原子習慣 它令到我 其實我已經不太記得它裡面 就是exactly說什麼 但是我記得它有說 一件事就是 當你想 develop一個習慣 你就把它設定在你 你每天的routine裡面的一個環節 譬如我 我經常都忘記塗防曬的 大家看到我膚色這樣就知道 但是 我現在就記得 每一次早上我拆完 之後我就一定要做這個動作 當你每一次 就是慢慢開始 develop 到之後 它就會成為了你一個習慣 而當這些習慣慢慢累積 每一天每一天 加一點 加一點 我今個月我加這個 下一個月我加下一個 那慢慢你就會形成了 你整個人的那個vibe 就會變得很實在 沒錯 非常之好 譬如我可以見證 我做娛樂圈做了很多年 其實也不是很多 10多年 多嗎 其實也挺多 這段時間我身邊 嘩 嘩 不同藝人 有些做了就走了 有些成功 有些失敗 好了 我能夠留在這裡 還是一邊做到 當然是有我的原因 是不是 好了 因為我沒有停止去進步 而我看到Honey就是這種人 即是 她看到她的自己 跟我看她又不同 因為我有這麼大 我去看她又是另一回事 她經常都跟我說 可以啊Honey 你行了 你走這裡 我鬼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將來我現在努力 但我也不知道 但很多時候 其實書 就是告訴你 很多人的例子 你會看到 我現在很努力地 每天去健身 每天去看書 每天早睡覺 其實有沒有用 沒有人會知道有沒有用 因為你不會去到未來 去看你現在這一刻的東西 是不是有用 但是書 就是告訴你 告訴你 告訴你 你的未來其實是怎樣 沒錯 還有剛才同學說的 原子習慣呢 很形容在 好像你 或者我 我們每個會 一路進步的人 原子習慣說的 其中一個point是什麼呢 其實我很簡單問你 我如果現在有一疊智慧 這一疊智慧 每一版就是一種智慧 我這本智慧現在有365頁 你馬上看吧 你是不是覺得很heavy 哇 看365版 但是其實 如果你一天看一版 你下一年 我同一個時間問你 你已經看完了 但如果叫你一次過看 你就會覺得 哇 很heavy 而且你可能永遠都不會開始 沒錯 然後你一年後 其實你花的時間 你都是過了一年的 但你過了一年之後 你都沒有得到 那些什麼東西 沒錯 所以什麼時候是最好的時間 開始 沒錯 這一刻就是最好的開始 你不要理 之前我錯了多少 是的 原子習慣這本書很棒 很適合你們看 就是它選得很好 是 因為它寫得很簡單 很清晰 告訴你 怎樣建立一些微小習慣 而那些習慣令你成功了 自己都不知道 去定了下來 其實這件事 我想我們 很多人看 你看到那些人 你看到他保持得很健康 你們就可以問他 其實 我個個都說忙到死 為什麼我保持得那麼健康 我就是會玩習慣 其實這本書也幫到我的 你將東西化到習慣 化到忘記了 我在家裡是怎樣看書 知道嗎 我是這樣看書的 我一邊看書 一邊做sit up 那我已經變成習慣了 那我不累 我不辛苦 但是我是否有benefit 對我來說已經變成一個習慣 而習慣就等於你現在坐一樣 你坐是翹腳的 改改這個習慣 我說真的 這些全部就是習慣 你不覺得那個微細度 有很多人 到四十幾歲 去看脊椎 脊椎歪了 看到你的脊椎 然後 不斷地拍骨 又搞 什麼都不行 最後那隻隻隻叫你 你不要再翹腳了 他就搞定了 為什麼呢 原來我們天天這樣翹 這個習慣是bad habit 我們說習慣是有好和不好的 不好的效果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像雪球一樣 沒錯一樣像雪球一樣 我習慣了 我的腰就扭了 我天天坐扭 我扭二十年 你想想變成怎樣 跟你習慣了 不再翹腳 整件事又不同了 二十年後你有個朋友 經常腰酸累痛 為什麼你沒事 原來就是你當年無故 Patrick Sir今天說過一句話 叫你不要再翹腳 你就從此賺了那二十年腰痛 這些就是原子習慣的威力 就是不覺眼的 好 我們留一點時間給嘉琪同學 你叫嘉 情 兩個都叫嘉 我記得 我今天介紹的書是這一本 陳夏文先生寫的《失脈風景》 其實這一本書是去年年尾的聖誕節 我們的文學老師為每一位同學 精心挑選了各自獨特的書 這一本就是他選給我的 當時其實我也不是特別了解這位作者 還有就是想說一個前提 就是可能大家同學會覺得 文學的作品有什麼好讀呢 比起科普的書 你又有什麼可以得著呢 其實我覺得一本好書 它不可以這樣去定義 因為一本好書我覺得是可以引起到人的思考之後 帶來一個心境上面的蛻變 所以這本書其實它就形成了我今年的其中一個 心態上面的目標 我就給自己設定的目標是希望自己成為一個 情緒穩定的人 不會因為外在的一些得失 或者是一些環境的變化 而引起太大的波難 當中有一個章節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大家經常都會說的一個話題 你今天和我一起去吃飯 今天有空一起去買外賣 但是其實當中有一個章節就是一個人吃飯 這個話題其實大家很少提起 因為一提起都會覺得一個人吃飯 那就是孤獨的象徵 但是其實隨著成長你會慢慢發現 一個人吃飯是無可避免的 即是享受 其實很開心 所以這本書教釋了我的 就是一種心境上面的改變 我開始不會再害怕一個人吃飯 我反而會覺得有時候沒有了朋友 那我們少了交談 但是我和這些美食之間 我們多了交流 我會懂得慢慢地品嘗這些美食 他們之間的一些特性 所以我覺得這本書就是 帶給我一個很大的心境上 精神上的轉變 所以它對我來說也是一本好書 好,謝謝你的分享 對,沒錯 你聽到兩個同學仔有沒有講稿 沒有講稿的 有深度的人就是這樣 我們兩個都沒有講稿的 因為那些東西都在那裡 在那裡 我就隨時說得出來 你看看他們 隨時說得出來 剛才我們回應他一點 他本書呢 我們看書 今天很好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夾過 我們有書分 non-fiction 還有有些是fiction 就是這樣 其實呢 每種書都有它的好處 non-fiction 是令我們很快 得到很理性的方面 學到很多知識 一些改變 快很明顯的 是很理性去處理一件事 但是我們人不可以沒有感性那邊 我們不可以沒有代入小說 代入情感那邊 小說是很正的 透過寫小說的作者 你可以用另一個角度 看看這個世界 我以前是不看小說 所以我很有資格去講這件事 因為我以前覺得小說浪費時間 我不怕告訴你 我以前的心態是這樣的 我很功利 因為我要出來自己做自己的生意 我什麼都功利 看工具書 我要快 我要學 那裡幫了我很多 但我發覺我個人越來越 現實 枯燥 好像沒有什麼同理心 沒有什麼EQ 原來呢 你透過看小說就不同了 你一看 哇 將你的人馬上 soften 令你有同理心 幻想力 創意 原來這些東西 只是靠工具書是不行的 所以他介紹這本書很好 你聽到它是有內化的那一刻 你聽到它是吧 其實我也是 我以前中學都不太看書 我大學都不太看書 我真的出來做事的時候才開始看 那為什麼會開始看呢 就是開始發現自己的一些不足 就是自己跨越不到的一些難關 那我就會用看書來解決的 那當然一開始就會選一些 有什麼難關 可能是個人沒有什麼耐性 那我找一本書是多些耐性的教我 或者個人想 展示一些習慣 我就找原子習慣 去到後來呢 真的開始做開卷多了 那我就 對於小說越來越有興趣 也都發現 在小說裡面學到的東西 可能比起工具書更加多 因為… 一半一半吧 我們剛剛才說不要比較 兩件都要吸收 我現在我真的 我自己我真的 我真的喜歡看小說多些 那但是因為 為什麼呢 其實你弄得我忘記了我說什麼 我終於明白 平時做節目的時候 你什麼感受 其實我覺得看小說 因為當你人 你去學習一件事 我現在不停地告訴你 你要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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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未必會吸收到 但是當我講一個故事給你聽的時候 你經歷那個故事 你情感上有一些波難 你就會吸收到那個訊息 而小說就是做到這件事 而且 有些人會覺得 我看完之後 好像沒什麼得著 或者是 又忘記了 其實 最好的方法就是讀書會 好像剛才這位同學一樣 當這本書 我今天要介紹他的時候 我看的時候 我就要想 究竟這個作者想表達什麼 我跟他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有什麼是令到我想改變我的生活 這些東西是隨時可以說出來的 而這些就是 驗證到你 真是吸收了這本書 沒錯 所以我立即可以叫大家試一個做法 顯理中學 中四五六 今天這麼難得 你們會舉辦一個這樣的活動 請我們來 證明顯理中學的校長是有前瞻性的 所以 我就 你們幹嘛笑 不是 她的笑是說 不用你說什麼 校長自己走出來 來吧 校長 你們校長很搞鬼 那有前瞻性 我就舉了一個方法 令到顯理中學 勝利 很容易的 你們從此開始 大家試一下 習慣互相介紹書給大家看 互相介紹書 給最好的朋友看 因為你透過介紹書 我知道馬上有很多字 我以前有很多學生 介紹些壞的書給人看 不知道怎樣 我告訴你 沒有問題 任何一本書 好書 壞書 什麼書 沒有說是好還是不好 只要你有得著 剛才有沒有聽過家琦說 那本書只要你看完的時候有得著 好了 什麼是叫得著 我反而想今天 快點去埋這個尾 舉個例 每個人 我們嘗試分享一下 什麼叫得著 好嗎 最後 對我來說 如果我看完一本書 我是了解到作者的思維 它觸動到我的心 無論是工具書 還是小說 我看的時候會落淚 我看的時候會 因此掛念我媽媽 我看的時候 因此會很想找回我的朋友 很多時候會這樣的 會看完一些東西 觸動你 你已經有得著了 這就是我的得著 我知道了作者如何想法 也是我的得著 譬如你看 原子習慣 你的得著是什麼 可能你看完之後 不會記得所有的東西 但其實你的誤性會高了 還有呢 我也想補充一下 Patrick Sir剛才說 點那個點 其實我們讀書的時候 可能我們看完之後 不會記得一些東西 但我記得我中四的時候 讀過一篇余光宗先生的文章 就叫做 《開卷如開芝麻門》 其實就是說 其實我們看完一些東西 可能不記得 但是其實 當我們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看過的東西 我們會記得 我們知道會在哪裡找得回 我們那時候 我們就需要那本書 或者需要那些知識 這個就是我們看書的樂趣 或者是 我們整個人生 是有一個需要在哪裡 你呢 Honey 我 給同學先說吧 同學你先說吧 其實我覺得看書 就 都運用一下 剛才Patrick Sir說的一些 那個比喻 其實我覺得看書 就好像我們 經常看社交媒體一樣 但是其實看社交媒體 只是一個輸入 但你看書 其實它給你最大的啟發 就是你嘗試去思考 再輸出的那一刻 而這些思考 就是把點與點之間 連起來的那條線 而這些連起來之後的點 你再輸出 就是捕捉到的那個網 所以我就覺得 看書是可以 給到這個這樣的作用 你真的不簡單 我說真的 他真的有點不簡單 他講到那些說話 不是你這個年紀說的 他也不是背出來的 我想說一下 他懂得說輸出 我們有本書 The Power of Output 輸出是很重要的 看完之後他懂得輸出 其實你不要經常自己一個人吃飯 真的 自己一個人吃飯是有用的 就是可以令自己 是享受的 但是你要輸出一下 對 幫一下其他人 對 幫一下人 就是跟其他人聊天 介紹一下書給別人 就是我們不用365天都自己吃飯 你可以大部分時間 其餘時間 約一下不同人吃飯 擴闊自己的體驗 對 將你的優點 散開出去 對 很好 謝謝 謝謝 好像那些 謝謝 夠了 恭喜你 好 我想給你一個圖 給你看看 我們今天說了兩大的重點 我們說 閱讀的人 會有深度 我們透過閱讀 知道一些一流人物的思考是怎樣 好了 但你平時在街上 我看出去 見到家晴 和家琦 你不會知道這個人有深度 因為我們跟這幅圖一樣 你一看下去 你一看下去 咦? 這棵棵花也是這樣 我不會知道哪個人有深度 何時才知道那件事是有深度呢 看書的人下面就有個網絡 就有些根 可不可以幫我play一下 然後呢 然後呢 當遇上考驗 遇上一些project 遇上一個interview 那些根就會顯到他的功力了 你現在看 不知道的 好了 但是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 風吹雨打來 你這樣按play就可以了 有了 有了 因為呢 筋是看不到的 看上去表面好像很風光 有很多人 看上去表面好像很聰明 看上去表面好像很聰明 看上去好像我是一個專業人士 就自然有個光環 其實和深度是兩件事 深度就好像筋一樣 你看到同一棵花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筋 Honey就是這樣 他的外表呢 像一個MK妹一樣 說一下而已 但是 哇 他的深度 多厲害 他的筋 其實呢 剛才你不是逐個逐個問 有什麼得著的看書 你又忘記了我了 但是呢 因為剛才佳琦答完之後 我又不是很想答 我覺得我覺得我太低能了 就是我的得著就是 拿到開的show錢 但是呢 現在呢 我就想跟大家說 當我開始看書的時候 我會不會知道有開卷這個節目呢 其實我不知道 就是我看書 我都是為了自己喜歡看 但是看著看著 突然間有一個節目來到 然後我可以抓得住這個節目 而當我們監製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也都可以回答他 就是這些筋去幫我 去站穩我的地 所以才可以把這個節目做得越來越好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有些說話是連成一線的 有些人經常說什麼台下十年功 台上一分鐘 其實的道理就是這樣 一樣的 其實我們透過閱讀 建立了很多很大的底韻在裡面 然後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用得著 但是當用得著的時候呢 你就被人把握到很多 當然我不想看書看得這麼功利 但是看書呢 就是你無論內在的情感 都是會豐富很多的 Bill Gates說了給我們聽 你看,Bill Gates很出名 他是出名最喜歡看書的一個 我想最高級的 富商或者最聰明的人 我們平時看完那本書 上Google搜尋 都是Bill Gates推介 他差不多沒有書沒看過 然後本本書也推介 其實 你看他說什麼 I really had a lot of dreams when I was a kid 他很厲害 即是他創了些東西出來 他說我小時候有很多夢想 and I think a great deal of that grew out of the fact that I had a chance to read a lot 即是為什麼他有這麼多dreams呢 其實我們經常那些夢呢 現在很多人的夢想 就是靠IG看別人的夢想 其實你如果透過看書 你會發覺你有很多夢想 你會很正的 你會很多東西走出來 接著你會變成一個 不一樣的理的 所以希望我們今天 講到這個開卷的顯理篇 是可以幫到大家 我們開卷呢 其實這個節目 為什麼這麼成功呢 就是因為 吸納了很闊的觀眾層 其實你們中學生 是非常適合看的 為什麼呢 他在每晚 逢星期一晚的11點鐘 11點你都還沒睡 很明顯還沒睡 所以很適合你們看 臨睡前看開卷比看電話好 還有呢 開卷呢 其實我們裡面呢 我經常聽很多 我們出去 我現在經常跟Honey外出 那些人一見到我們 以前我真的說真的 我呢 最多人說的 Patrick Sir 今天要不要開東章啊 這樣 我知道現在真的 大部分人說開卷 我真的有點頭痛 Patrick Sir 哇 開卷很好看啊 真是 很棒啊 我說你有看書的嗎 你聽一下這個對話 你有看書的嗎 沒有的 沒有問題 他說 我沒有看書的 哎呀 沒有時間看啊 但是呢 我也很喜歡看你這個節目 每次看完一集 好像看了一本書一樣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又有一些對話 你有沒有看開卷 是啊 我以前呢 以前經常都看書的 不過出去做事之後呢 就沒有看了 我想我們有些老師都是這樣 很忙的 是不是 沒有時間看書 但是他說 看開卷 我集集追 誰知道有一集 你介紹到那本書 我真的忍不住了 很棒 我真的要看 原來看書最好 是什麼情況下 去Pick up看書這個習慣呢 就是你聽人介紹書的時候 你覺得這本書 有Feel 我很想拿起來看 他說的話 咦 好像真是棒啊 就是用這個方法 開始看你的書 我們開卷真的很多書 今天他們介紹了兩本書 我也有準備的 我知道了之後呢 我等一下上網找了 非常之好 我們開卷的書呢 都不野小的 我們也介紹了很多書 你記得我們上次在 宏信書院 有個同學說 最喜歡看這本 是嗎 還有上次我們去完 那間學校之後 他們介紹了一些書 給我們看 我們都在節目上講過 沒錯 魚蝶偏偏 所以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書 想介紹的話 即管介紹吧 我們真的會看的 沒錯 我們不同的書 我們介紹完 書局通常都是斷貨的 是啊 真的 所以你們值得看 全部都 你看我們又有 Fiction 又有Non-Fiction 其實我們是要Balance的 有些Fiction真的很好看 這個作者我超喜歡 Edgar Carrot 接著 有些是工具書 一人強化攻略 如果想創業的 很值得看 來 你是不是有看這本書 Output 你看他很厲害 真的說出來 我們只有吸收知識 沒有用的 我們要懂得 輸出 放出來 對了 我經常最喜歡用一個例子 剛才你記得我叫你們輕鬆些 你知道嗎 越輕鬆的人 吸收知識越厲害 跟一個海綿一樣 你在一個海綿 你已經浸到實斑斑 但我再有新知識 你不能接受 你每次要把這些學了的知識 插出來 輸出 新知識 才可以再吸收 一樣道理 你們要輸出 記住 還有輕鬆些 這本書 Honey 最愛 不要忘記我 對 看吧 我肯定你們看完 你們會愛惜你家人多些 不要以為我們介紹的書 全部都是很多字 很多字 小說 工具書 這本書是漫畫 漫畫我們都會介紹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其實是 其實是哭了五分鐘 一直在拍攝的時候 大家如果想看的話 對 然後是小說 如果你們喜歡看小說 我知道 有很多女生 女生都喜歡看小說 是吧 Balance 你有看原子習慣 我們快點介紹一本愛情小說 我們都沒有什麼介紹過 好 對 愛情小說是好的 滿足一下Juliana 也好 也好 我看到有同學在紙 有人在紙 有人看過這本嗎 你看過嗎 在看嗎 在看 很厲害 你是自己發掘它 還是因為開卷 對 因為開卷 這很討厭 這些就是做節目的人 很討厭做節目效果 對 請照顧我媽媽 必看 接著 我們有些繪本都會介紹 很漂亮 喜歡畫畫的人 很值得看這本 David Bowie 這本剛才介紹過 愛因斯坦的夢 哇 也是很好看的 極力推介 對 極力推介 我想你會很喜歡 我感覺到他會很喜歡 會很 mind blown 對 你會很喜歡 接著 這個 所有中學生都要看 我們為什麼要讀書 你們不是老人經常問嗎 是不是 他是漫畫形式 來告訴你為什麼要讀書 職業是一回事 你看完之後 你會對這個職業世界 有另一番境界 你會覺得這個世界 原來做工作不是為了賺錢 這麼簡單 你會學體會 另一番體會 最近比較新的 繪本 五夜圖書館 你剛才喜歡看的那本 五夜圖書館也適合你 我想你會很喜歡 好 廣告時間完畢 好 想看的話 這個連結 好了 我們來到這一刻 我知道我們過了一點 老師 你們可不可以給同學 看看有沒有人想聊天 問的問題 你好 Patrick 你好 我也是一個很喜歡看書 一個人 我也同意 我們現在 我們學生都比較少時間去看書 剩下的時間 其實我們也不太多 那有沒有一些 建議可以說 我們讀書 其實是否一些 更高的效率 我們可以學到的 技巧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洪俊銘 有沒有英文名字 Gordon Gordon OK 謝謝 給點掌聲Gordon 我回答吧 你聽他這個問題 其實他也是經過有想法的 他知道讀書 看書 我們用看書 或者我們剛才的閱讀 知道了一個好處 他就開始會想下一步 I want to make time for it 我要製造一些時間 for這一件事 然後他就再推敲 哪有時間 是不是 好像沒有排到密麻麻 好 原子習慣出場 我想問你 你想每天拿多少時間出來看書 每天至少會一個小時 如果是 好 他因為要逼一個小時出來 所以他覺得很艱難 那不如我 試一下變一下你的思維 好嗎 我們現在最重要做的事是 是將這件事成為習慣 而不是說現在這一刻 就會立刻做到很極致 你現在的目標是一個小時 做不到一個小時 是否就是 either or 是否是靈和遊戲 要是一個小時 要是零 不是的 不如半個小時 只要那個習慣是日日做就可以了 你這裡明不明白 好了 接著他就再問 我明白的 所以我就想要高效率的學習 他就想 不如我在讀書那邊 減少一些時間 令我多些時間閱讀 你剛才的問題是這樣的 我沒有忘記的 不過我不想你這麼功利 知道嗎 你試試想方法才好 我每天 15分鐘 30分鐘的時間出來 好了 他另一方面 又問得很好的問題 我想你現在也是想這樣 不要只要是效率 還有一個效能 其中一個重點就是 集中 集中 甚麼意思呢 上課的時候 你們怎麼上課的 通常老師有教書 你就在這裡按一下電話 聊聊聊天 有很多事情 又去看女兒 很不專心 但是課堂就教完了 教完之後就不太懂了 不太懂之後 回家補習 對不對 其實我們人就是這樣 那些東西 好了 你試試改變少許 改變少許 我以前就是用這個方法 我每次上課 在課堂呢 我特好在意地去專心 你聽一下我這句話 大家給你們一些提示 好在意地專心 即是甚麼意思呢 我會上課的時候 見人在那裡聊天 有甚麼 我就特意專心一點 真的聽 知道為甚麼嗎 即是迫著自己去做 想做到這件事 沒錯 我的目標是甚麼 不行 我待會要練球 不行 我放學幾打都要打遊戲 我是想後面 我要節省後面的時間 我節省這些時間 我日後溫習好 我現在學了它 趕快學了它 怎麼明明上學就是為了學習 老師現在正在教 我正在即學 認真學 學了它真的明白了它 有很多人喜歡拉的 拉條尾在這裡 拉到日後回去又補習 又問人 到考試那一刻 才問同學 在這裡說甚麼 其實我在那一刻學了它 然後我節省了些時間 在別方面做事 我不知道這裡幫不幫到你 就是這個很簡單的道理 知道嗎 即是不會一直強硬 迫著自己為了完成一個東西 而是給自己多點彈性 沒錯 就不會說因為想要效率 而去繼續迫自己去追求效率 是甚麼意思 沒錯 沒錯 剛才跟我說甚麼 肚餓了各位 差不多要吃飯 我很快地回答一回答 因為我讀書不厲害 但是看書我又特意抽時間出來 我想問同學你住在哪裏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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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這裏 我覺得這個年齡 開始看就剛剛好 那裏 是個小小小小小的 那裏 是個小小小小小的 裏